大灣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帶你來關注的是10月10號這一天 它同時也是北韓的勞動黨建黨紀念日 為了要慶祝這一天呢 北韓官媒也在平壤這邊釋放了煙火 還安排了10萬人的歌舞表演 一起來看 為了要慶祝勞動黨成立77週年 10號晚間在北韓的首都平壤釋放了煙火 不過官方釋說這段影片當中 沒有看到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 但是傳出北韓官媒公布最新消息 聲稱最近兩週七度發射飛彈 都是金正恩親自領導的 當然這也是向美日韓恫吓意味是相當濃厚 而南韓的親自單位先前也曾經分析 北韓可能在中共二十大潛後 會來進行核子釋報 而持續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 中國大陸的第17屆中央委員會的 第7次全體會議 也就是簡稱七中全會9號是已經登場了 而這個會議呢 一路會開到12號 那麼這也是為了16號的二十大 來提前暖身 所以也被稱為是二十大的預備會議 香港媒體就報導 這一次這個七中全會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修改中共的黨章 而外界預估會協入兩個維護 那麼也就是呢 維護習近平的黨中央的核心 還有全黨核心地位 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跟 集中統一的領導 還有來自這個統一的表述喔 而就在這個二十大前夕呢 其實國台辦也引用了 管媒黨劍的報導裡頭 也刊登到了涉台文宣 內容也提到了依法要打擊的是 台獨的頑固分子跟背後的金主 聲稱說要讓台灣的社會 深刻認識到統一有好處 台獨是絕路 而外人絕對靠不住的 當然了這樣的意味就是在按拼美國 更是批評民進黨政府是 謀取政黨的私利 而現在紐約時報也進步分析了 習近平幾乎是篤定會贏得 中共總書記的第三個五年的任期 並且同時也會擔任 中共的軍委主席 還有國家主席等 這一些重要的官職 紐約時報也分析 外界認為他就是毛澤東的翻版 當然了現在二十大要召開的前夕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呢這個疫情再度升溫了 這是上海市的新冠疫情 在十一長假之後有升溫的趨勢 官方現在也發布了這件消息 從幾日起到11月初 全市每週要至少展開 兩次的社區核酸檢測 上海市府表示 近期大陸各地的疫情擴散 人員流動聚集頻繁 所以呢這要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這樣壓力 防疫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所以呢除了要每個星期 兩次的社區核酸檢測之外 還要加強來往上海的人車 跟這些住宿地點跟商場 這些場所的進一步檢查 不過呢在這個防疫的關鍵時刻 傳出說上海的中小學要停止實體課程 改為線上課程 這樣消息呢當然家長是嚇壞了 官方就趕快澄清這是假訊息 實際上的關注的是二十大即將要召開喔 當然了現在呢其實全球都在看這個防疫政策到底會不會有所鬆綁 還有經濟未來的施政方針也是備受矚目的 而就在二十大的前夕15號這一天也即將要召開的是首場記者會 地點是選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這邊來舉行 那麼要介紹的就是大會準備的狀況跟相關的議程 而其實呢關於這個經濟政策的部分 也就是台商最為關注的 好今年在大陸的兩會定出年度的GDP不低於5.5%這樣的目標 當時兩會上強調強調穩增長是作為今年這個整個經濟的施政方針的重要基調 但是呢因為今年由於疫情還是蠻嚴重的嘛 再加上高溫的關係衝擊了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還有防疫的部分 所以呢亞洲的開發銀行9月的時候就把大陸的GDP成長是預測從5%下調到3.3% 那麼高盛證券也從3.3%下收到3% 野村證券是從3.3%下調到2.8% 那麼當地的台商其實就分析說 中共二十大對於共同富裕可能不會再過度的強調 而台商最關注的還是在於大陸對於雙循環的這種經濟政策刺激的方案 還有進一步的當然是防疫政策會不會有所鬆綁 還有在現在台海情勢較為緊張之際兩岸關係的進一步表述 不過來看到這個二十大當中呢 到底誰會是下一屆的總理熱門人選 當然外界有非常多的預測跟非常多的解讀啦 外界普遍認為這三個人可能會是下一屆總理的熱門人選 好第一位我們先來看他是這個全國的政協主席汪洋 他可能是過去 大家都比較認為他有可能會是下一任總理的人選之一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之前擔任過的是重慶還有廣東這邊的書記 而他期間表現也是非常的良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他已經是67歲了 中共他們在政權的這個部分呢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所謂的七上八下 如果說他真的是出任總理的話 那麼就是他是個留任的天花板 好另外呢 政治局委員胡春華他是年輕比較有優勢的 是因為他今年只有59歲 如果他真的是出任總理的話 那麼他可以坐滿兩年也就是坐滿兩屆 也就是滿十年 還有一位呢就是國務院的副總理韓正 但是他今年已經是68歲了 也是達到這個七上八下的限制喔 不過他曾經過去是入這個常委名單 也當過國務院的排名第一的副總理 過去曾經跟習近平來共識過 所以也可能會被視為是熱門人選之一 那麼中共二十大即將在10月16號召開 中間新聞也會有一系列的相關報導 請您持續鎖定 而持續要來關注的是 雙十國慶蔡總統他發表演說 第一句話就是強調了 這是中華民國立足以來 台灣的第73個國慶日 當然了這樣的說法也引發了各界解讀 被認為是操弄議事形態 他也向北京呼籲說 兵戎相見絕對不適用於兩岸的選項 希望雙方可以接受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方法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也有所回應 楊之際蔡英文總統發表國慶演說 引發全球關注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的國慶 也是中華民國立足台灣以來第73個國慶日 長達24分鐘的演講明明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卻刻意強調這是中華民國立足台灣以來第73個國慶日 被外界認為刻意以1949年作為分水嶺 切割台灣和大陸的連結 外界痛批蔡英文大搞文字遊戲 說好維護兩岸和平卻又操弄議事形態 切割兩岸歷史官 我要呼籲北京當局兵容相見 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 儘管蔡英文表示期待兩岸恢復對話 但字字句句幾乎無助於化解對立氣氛 全文4500字的言說 蔡英文提到中華民國三次 台灣卻提了46次 報導跟分析 儘管中華民國台灣提了三次 卻都只是關鍵字句 中華民國台灣已經成為世界民主自由的重要象徵 試圖消滅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的作為 已經威脅到台海及區域和平穩定的現狀 當前台海出現緊張局勢根源 在於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 勾結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 針對蔡英文一席演說 除了大陸外交部隨即表態 大陸國台辦也在10號晚間 痛批民進黨當局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主張兩國論的立場 只會歪曲兩岸關係 而且當前台海動盪根源 就是因為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壯膽 以慘化義務謀獨 最後馬曉光更正告民進黨當局 台獨視覺路外人靠不住 因為持有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雙方才能恢復溝通重啟對話 兩岸關係才能和平發展 記者綜合報導 好 所有有關財經內容 記得鎖定小幣的所有影片 國際焦點來看到的是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的報導 有超過10枚的飛彈 從離海方向飛向了烏克蘭 烏克蘭媒體則表示 全國多個城市空襲警報大響 像是西部大城利維夫政史已經被遭受到了襲擊 另外其他地方包含像是尼古拉夫耶 還有聶伯城以及哲波羅熱地區也傳出了爆炸事件 有更多的消息隨時在提供給您 而回顧到10號就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的飛彈空襲 有歐洲媒體在推特上面公布了一段畫面 具有兩枚的巡弋飛彈直接攻擊基輔的火力發電廠 巡弋飛彈從天空飛過之後 火力發電廠的煙囪隨即爆炸 烏克蘭當局痛批 俄羅斯空襲造成很多平民的死傷 當地最基礎的建設現在嚴重破壞 現在當地的火力發電廠被破壞 恐怕會造成另外一波的能源危機 而俄羅斯為什麼要突然空襲烏克蘭呢 是因為俄羅斯認為 克里米亞大橋的轟炸就是烏克蘭情報組織一手策劃的 因此在10號當天才發動了暴復行動 其中能源基礎建設成為了俄羅斯的目標 烏克蘭能源部表示從11號開始 接受今天開始要暫停向歐洲國家供典 今天會很難 很難 必須每個人 每個人都要一起 從5時到22時 烏克蘭能源部聲明提到 將以穩定國內供電為首要的目標 能源部長也說 俄羅斯這一次的 針對能源設施的供給是開戰以來 規模最大的一次 目的就是要 擾亂 烏克蘭的供電體系 而至於在 美洲國家的海地 正在面臨的 非常嚴峻的政治 經濟跟安全的危機跟問題 有成千上萬名的海地人 因為不滿政府 因此走上街頭抗議 在首都太子港這邊進行很多的活動 主要就是要求 總理分立下台 海地人目前正在面臨的是糧食 還有燃料不足的問題 但是政府一直沒有辦法能夠解決 這讓當地的民眾 非常的挫折跟失望 原本一些年輕的搶劫問題 還有幫派跟警察之間的槍戰 最近變得越來越猖獗 路透報導 海地駐美國大使艾德蒙表示 美國跟加拿大應該要帶頭 組成一支打擊部隊 好來對抗海地的幫派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層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